接下來我們請到MyConcept方圓顧問有限公司創辦人及總裁方譯員小姐 她會跟我們說一說吸引力法則令老闆刮目相看的秘技 有請 喂喂喂 你們好 Hello 吃了飯了嗎 吃了飯了嗎 吃了了嗎 Very good 我是Michelle方譯員 是MindConcept的創辦人及企業教練 我們做了很多專業的培訓 希望人生變得更快樂更加成功 今天的題目就是怎樣令老闆刮目相看 怎樣令老闆刮目相看呢 我們要學兩個人 兩個姓陳的人 近來有兩個姓陳的人很出名的 誰呢 陳志雲和陳振聰 如果你要令老闆刮目相看 請你學兩位陳先生 陳總和風水師 為甚麼呢 我們所說的就是要令老闆對我們刮目相看 大家看看昨天陳總在記者招待會裏面說甚麼呢 他說 志雲呢 更加不可以沒有了飯局 是不是 好了 另一位陳先生 陳先生是風水師 陳振聰 雖然呢 就輸了給陳志雲少少 因為今天各大報章的頭條呢 都是寫 陳總 就沒有寫到 今天呢 千億遺產增產案的 最後那天 他可以 上訴的deadline 沒有寫到 哎呀 差了一點 不過呢 有些報紙都寫的 就見到 camera 攝影機 拍著陳振聰的樣子就是這樣 這個樣子的 永遠呢 你看到陳振聰上報紙都是 這樣的口的 OK 他有些icon的 陳振聰也可以令老闆刮目相看 是吧 他令到哪個老闆刮目相看 不用我講 是吧 OK 他用什麼法則 用什麼方法 令到 阿公小姐 對他刮目相看呢 啊 有些人說 中什麼機這樣 OK 不知道 整體我今天想說的話 就是 如果我們在職場上面 要令到 老闆對我們刮目相看呢 大家今天呢 什麼都不記得了 不要緊 記住四個字 什麼都不記得 不要緊 記住四個字 四個什麼字呢 大家跟我一起講 我講一個字 你跟我講一個字 可以了 好嗎 我講一個字 你跟我講一個字 第一個字 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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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檔 OK 什麼最佳拍檔 Michelle 什麼最佳拍檔 OK 從前有一首歌呢 歌名是用這四個字的 最佳拍檔 OK 如果你要令你老闆對你刮目相看的話呢 記住 要令到你和你老闆覺得 他沒有了你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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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了份工當然不行 但是要令到你老闆覺得 他沒有了你不行 即是怎樣 令到智雲 不可以沒有了飯局 令到風水界 又不可以沒有了 陳 師傅 OK 那你說 喂 這是什麼叫做最佳拍檔呢 你好像在講一些 大家都知道的東西 喂 不是 最佳拍檔講的東西 是一種心法來的 是一個心態來的 我心態就是 好像你在辦公室想印刷一些東西出來 那個印刷 沒有了墨 那 印刷不可以沒有墨的 印刷和墨就是最佳拍檔 那些墨又不可以沒有了印刷的 我不知道剛才有沒有人吃飯是叫外賣的 如果你去叫外賣 你拿著飯盒 你發覺 哎呀 剛才那個試應不記得給我差我 有沒有試過 有飯盒 但是沒有叉 有飯盒 有食物 但是沒有筷子 食物和刀叉 都是最佳拍檔 食物不可以沒有了刀叉 刀叉 都不可以沒有了食物 OK 有例如 碧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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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碧咸不可以沒有了足球 足球 都不可以沒有了碧咸 雖然可能快沒有了 因為他的筋箭傷了 他不知道踢不踢足球 都快沒有了 但是又好像Michael Jackson Michael Jackson Michael Jackson不可以沒有了樂壇 樂壇都不可以沒有了Michael Jackson 你們問一下自己 現在你們每一位在座的 是不是在做一份工作 和你老闆的關係 是你覺得你的老闆會跟你說 我不可以沒有了你的 有沒有這樣 還是覺得你可有可無 可以解僱 覺得自己可有可無 舉手 沒有人 全部都覺得自己是 哇 你沒有了我不行的 OK 一個好的員工 就是要令到老闆覺得 我沒有了你不行 我不可以解僱你的 我解僱了全公司所有人 我都不會解僱你的 這個就是你和你老闆做到最佳拍檔的一個境界 是不是 好了 這個境界好像碧陷 沒有了足球不行 足球沒有了碧陷不行 又好像Tiger Woods Tiger Woods 不可以沒有了 他的那些情婦 還有哥爾夫球 OK 哥爾夫球更加不可以沒有了Tiger Woods 是不是 所以人生裡面我們發覺 有很多東西都是最佳拍檔 有很多最佳的partner組合 你和你老闆究竟是否最佳拍檔 還是你發覺自己可有可無 我都不知道自己有什麼厲害的地方 人家又懂得Excel 我又懂得Excel 人家懂得做這個file 我又懂得做這個file 我都沒有什麼建樹的了 OK 好了 怎樣令到你和你老闆是有一個最佳拍檔的關係呢 最近有一個很潮的潮語出現了 這個潮語就是在反高鐵之後的 就是形容一些年輕子女 是在1980年之後出生的 大家知不知道這個潮語是什麼 大聲一點 80後 OK 知不知道80後究竟有什麼特質 大家知道反高鐵之後 大家都覺得 哇 80後很激進的 很有創意的 但他們好像沒有什麼耐性 OK 我就說 其實呢 70後80後和90後 甚至不知幾多後 100後都好 每一個族群都有自己的特質 而你自己呢 亦都有你自己的特質 是其他人是不能取代得到的 OK 是你的特質 是你做到別人做不到的事情 究竟是什麼呢 我想你們找一下 想一下 陳總有什麼特質我們學不到的呢 但我們都要學一下 兩個姓陳的 大家要記住 令到老闆刮目相看 陳總呢 首先 我跟大家說 其實我為什麼會整選 我為什麼那天要戴著口罩呢 因為我那天就貪美 就剃鬍 剃選了 那我就要戴著口罩 怕你們個個誤會我 被廉署打 OK 他優了廉署一脈 是吧 懂得優人一脈 在一些時候呢 他是懂得危機管理的 是吧 當你老闆罵你的時候 喂 你未做事啊 你未交數啊 今個月的數你未撕到啊 你未交到數 你未做到事的時候 有什麼方法可以令到大家的關係 立即放鬆了 舒緩了呢 想想 OK 好了 接著他又說 我呢 就很感謝那個在花園街 賣鹿有葉的阿姐 那個鹿有葉的阿姐呢 就買一 送一 是吧 我很感謝那個阿姐 因為有鹿有葉 OK 有些人就說 哇 那個鹿有葉的阿姐 現在又出了名了 因為他 可能呢 下一期如果 陳總有機會再做智雲飯局的話 他可能是另外一個嘉賓 來的 是吧 好了 即是說呢 每一個人都有他應該有的icon 每一次陳總出來說話的時候都覺得 哇 崩崩有禮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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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